大家好,我是小安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有天早上七点钟的公园里 有一位老人突然晕倒 被紧急送去了医院检查 我们据了解 这位老人是附近小区的住户 老孙今年61岁 平时他经常来到公园晨练 那天早上他被送到医院时 血糖值已身高至23.5毫模2 每升确定为糖尿病 同症酸中毒 经过七个小时的抢救时间 才终于救回了老孙的性命 医生在后续了解情况时 得知老孙之前患有高血糖高血脂 平时他也很注意控制饮食的 只吃些蔬菜 每天他还会吃一个苹果的 但是这看似健康的饮食习惯 却偏偏导致老里血糖升高 患上了糖尿病 原来老孙牙不好的 平时他都是将苹果榨成果汁喝 而他自己不知道的是 水果在榨之后糖分含量会高出很多的 容易导致生糖在大多数人眼里百分之百醇 果汁是非常健康的食物的 但果汁对糖尿病患者而炎炎无疑是催命符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 每天摄入两份果汁饮料的人 与同摄入一份果汁饮料的人相比 患二型糖尿病的要高出31% 并且指出 果汁饮料的热量并不低于碳酸饮料 南伊大尔妇院内分泌科主任教授也曾表示过 相较于固体而言 液体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的 所以水果被榨成果之后人体吸收 其中糖分的速度也会更快 会更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的 原来在吃水果也是有讲究的 例如有些水果特滋补肾脏 有些水果对各器官就不那么友好了 那么老年朋友们到底该怎么选水果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一看 水果红黑榜一 心脏最爱苹果 但是不爱熟苹果的 苹果素来由水果界的全科医生的美誉 好处有很多的 还有更值得一提的是 苹果中含有的多分级黄酮类物质 能够降低血管的脆性的 轻松改善血管的通透性 降低血脂和胆固醇含量 在临床上表现 有不少医生就给心血管病人 开了苹果处方建议 这类病人每天吃个苹果蛋药护心的话 一定别熟吃苹果 因为苹果加热后所含的多分级黄酮类物质 抗氧化物质会锐减护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的 二 肝脏最爱山楂的 最怕流连的 山楂是天然的护肝果 中医认为山楂胃酸肝性微 温规脾胃肝肝筋的 其中山楂的酸味能收敛肝气 而且山楂入胃后能增强酶的作用 促进肉食消化功能 还有利于胆固醇的转化作用 对于脂肪肝的人来说 山楂还能起到一定的消食改善 去之作用是不错的饱肝食物的 但是榴莲这一种水果会悄悄让肝变胖的 榴莲之所以会沦为伤肝果 那时是因为它的糖分和热量非常高 每100克榴莲果肉中 中糖分高达27克左右 而糖则是名副其实的肝脏杀兽 在肝脏中代谢肝脏 将糖转化为脂肪代谢 提高肝油三脂造成胰岛素抵抗能力 并能损害肝脏功能 因此说 健康人每天食用不超过两半的 可食用部分不超过100克肥胖脂肪肝的 糖尿病高血脂患者尽量不要吃 如果您确实嘴馋了 每天的量要控制在一小块以内哦 3.肠道最爱火龙果的 最怕番石六火龙果堪称肠道火龙果的通便作用 得益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含量 每100克的火龙果含于2.8克膳食纤维含量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一直被认为很通便的香蕉 每100克仅含1克左右的膳食纤维才不到 火龙果的一半 而白心火龙果的膳食纤维含量比红色的高 所以想通便选白的火龙果 番石六是专赌肠道健康 便秘者的乐梦的 罪魁祸首是番石六中大量的柔酸的 柔酸会跟胃里的食物蛋白质结合 使其凝固后 从而不易被消化的 吃多了话 很容易便秘情况 所以排便不顺畅的朋友最好不要吃番石六了 四 为最爱木瓜的 最怕狮子 木瓜是味的最强保护神 木瓜还有一种物质叫木瓜蛋白酶 可以有效帮助人体分解肉类蛋白质 促进消化系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木瓜煮熟后营养几乎所剩无几了 再为了营养考虑 建议大家最好生吃木瓜饭后吃少点木瓜 可以有效帮助尝到消化难以吸收的肉类 还有助于预防胃溃疡和肠胃炎 消化不良等疾病治疗 但是常吃柿子当心掌胃适时柿子中含有较多的柔酸 如果空腹食用 大量吃柿子的话 胃酸容易与柔酸过焦 纤维素等粘合在一起的 在胃内快速生成胃适时 胃适时会损伤胃粘膜 进一步次胃酸分泌 增加小一点的胃食能随大便排出体内 但大的就可能成长期待在胃里引起一系列 胃部不是症状 所以每天吃柿子不超过两个而消化不良的 胃病患者最好少吃一点 5.肾脏最爱葡萄的 最怕香蕉葡萄的 天然养肾果 葡萄性贫胃甘酸 入皮肺肾3 我们平时常吃葡萄 能起到滋补肾脏的作用哦 葡萄的种类和颜色很多的 但对肾最好当属黑色的葡萄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 葡萄上的白霜没有毒的 这层白霜式葡萄本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也被 称为果粉 对我们人体无害的 但是香蕉对肾不太友好的 香蕉中矿物质含量非常高的 超出人体所需的部分 需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此过程会带出大量的水加重肾脏负担的原因 所以别一下子吃太多香蕉 每天最多一到两根 我们特别提醒那些只吃香蕉减肥的游有 这样做不仅很不健康的 还伤身此外还有 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最好少吃或不吃香柳皮脏最爱柚子 最怕离皮的主要功能是把胃消化的食泥进一步 转化为精微物质 生成气血不足 精液供养的 全身皮易虚弱的 身体便缺乏动力方面 各种毛病就会找上门了 有人吃一丁点东西保障的不行 有人食欲很旺盛的 有人便秘 有人会拉肚子 有人会头昏头重 失眠等 所以我们平时要注意调理脾脏的 中医认为柚子胃干酸性凉 具有理气化弹剑皮等作用的 在本草钢木中对柚子就有能力消食快隔散郁闷 知气的戒 理易伤脾胃 理片含粮吃多 会很容易伤脾胃的 尤其是老人小孩的 以及脾胃虚弱者的食物 因此我们 脾胃虚寒者常有腹部冷痛的人 和血须患者不要多吃离的 健康人也不宜一次多吃一天 一个是比较适量的这两种食物 血糖高人要少碰一蜂蜜 蜂蜜虽没有白糖甜 但它含糖量也不低的 且其中的糖分主要是果糖含量 葡萄糖可直接被人体利用的 因此我们 血糖高的人使用后 血糖水平会容易加重胰岛损伤 影响病情控制 二、动物内脏动物内脏中的饱和脂肪酸 胆固醇含量过高的话 如果血糖高的人经常食用 会让热量脂肪摄入超标 容易引起血糖波动的 同时它还会引发肥胖的 会导致患者的胰岛素抵抗增强 影响血糖控制 血糖高的人 我们除了注意饮食外 还应当坚持适当的运动 糖尿病患者运动时要注意运动强度时间 我们平时可以常做散步 游泳 满袍等有氧运动运动时间要维持在35分钟左右的时间 这样更能更利于身体代谢功能 有效帮助改善血糖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平安幸福 好 好